各位傍晚好 欢迎您收看八频道 事成六点半的直播节目 我是海杰 从艺术电脑到中医保健 我国五十岁以上的年长者呢 将有机会报读四百多个免费的课程 这是活跃乐龄理事会 配合今喜年为乐龄人士 推出的活动之一 来看记者肖立伟的报道 植物园距离成为世界遗产 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国际国际遗址理事会 今天凌晨宣布 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推介将植物园列为世界遗产 而生意结果呢 会在今年的七月公布